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这些头衔我们就可以看出对他的评价是多么的不一般了 他搭起了印象派与立体主义之间的一个桥梁 开启了立体主义绘画的一个观念 同时也推开了现代绘画的一个大门 与大多数为生计发愁的艺术家不同 其实他从小就出生在富裕的一个家庭 父亲是位银行家 刚到巴黎的前几年 赛商的作品偏向黑暗色调 并折射着暴力的暗流 早期这种画法被他成为自以放肆的一种绘画方法 1872年到1873年 赛商在毕沙罗的指导下 从黑暗的色调转向了明亮的色调 并开始专注于乡村的一些景色 在赛商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里 他敏感易怒的性格让他被人轻视 他的话也被批评家和公众嘲笑 他在巴黎四处碰壁 作品一二载二三的 遭到学员派巴黎杀龙的一个拒绝 1884年赛商宣称 巴黎这个19世纪世界的艺术中心击败了我 他也曾自信地说 我用一个苹果就可以颠覆整个巴黎 为什么赛商的现在的评价会这么高 也许你看了他的作品之后会觉得并不好看 也没有什么惊艳之处 因为他绘画的角度和我们不太一样 他一生创作出了数百件镜物作品 在他的镜物绘画中 水果 器皿 寸布 彼此相当地在画面中排练 赛商从两个不同的视角 画出了画面中的水杯和水罐 一个是平视 另一个是从上方的一个俯视 赛商的桌面面朝观众倾斜了20度 以便显示出更多的水果 如果完全遵循文艺复兴时期的这种透视法 这些水果和桌面 其实都不在一个透视范围内的 赛商呈现的是同一个物体 不同角度的一个综合体系 除此之外 赛商还试图传达另一个 关于我们如何接受的视觉信息的一个真理 如果我们看到几十颗苹果堆在一个盘子里 其实我们不会去分别读取每一个单独的苹果 我们的大脑只会留下一个整体的印象 一个装着一堆苹果的一个盘子 对于赛商来说 这意味着整个画面的总体设计 比其他各个部分的组成其实更为重要 从多个角度观看事物 并进行统一的构图 将导致了画面的一个扁皮化 赛商牺牲了三维空间的一个视觉效果 来增加画面所提供的视觉信息量 简单的说 就是当你看一个景物时 把右眼挡住 看到的画面画中的部分 其实是左边的一个部分 当你挡住左眼 看到的是画中画面的一个右边的一个部分 两只眼睛同时看的时候 这个景物就立起来了 但赛商偏没有从透视入手 而是巧妙地把两只眼睛的角度结合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张作品 看似很平常的一组水果 如果你仔细看 其实它的酒瓶是歪的 盘子的透视也是错的 桌子的边缘也是不对的 但你整体去看这个作品 里面并没有让人觉得有哪里不舒服的一个地方 在构图上赛商利用了 倾斜的盘子让整个画面不平衡 它又让酒瓶成为三角构图的一个最高点 散落的苹果成为这幅画上的一些点 这些看似没有关系的物品 让画面达到一种平衡 装有高点的一个盘子 也与散落的苹果形成了一种平衡关系 每个物体之间看似没有联系 但实际上有互相影响 难怪大卫霍克尼会说 他是第一位使用双眼作画的艺术家 正如他想的 绘画并不是盲目地去复制现实 而是去寻求各个关系之间的一种和谐 在他的进屋中找到了各自之间的一种和谐 所以你看他的话 单个物体看起来是斜的 但整体看来不是稳的 可以看出蒙德里安从赛上的构图中就颇受影响 赛上说线是不存在的 明暗也不存在 只存在的是色彩之间的一种对比 物相的体积是从色调准确的相互关系中表现出来 这已经给立体主义定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方向了 毕加索说过著名的一句话 赛上是我心中唯一的大使 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这样的 他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保护了我们 我们来看一下毕加索的这幅作品 可以看出后图和灵感来自于赛上 1958年毕加索骄傲地向朋友宣布 他已经把赛上其中著名的一幅 维克多山收入囊中 毕加索不仅买下了这幅画 还把维克多山区1000公顷的土地也买下来了 只因为那里曾经被赛上描绘了七八上十次 实际上毕加索早在1901年 在沃拉尔的藏品中就关注到了赛上的一个作品 在1906年秋季巴黎沙龙中也看过他的遗作 毕加索后来得到了赛上的一幅风景画 他评价这是难以置信的一个孤独 艺术家在开拓新的领地时注定会遭到孤独 既是祝福也是诅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从影响拍开始 绘画慢慢地走向了扁平画 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相机的一个发明 写实就不再是绘画的唯一标准了 你不可能去和相机去比写实 所以画家开始转向表现内心的一种想法 从记录现实走向了记录思想的一个过程 绘画的过程与思想的理论 其实比绘画的画面更加重要了 好了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